好 继续回来带来关心天气了 今天东北风减弱 各地的气温回升 温度感受温暖舒适 而中南部高温甚至会上汉到30度 因为水气减少了关系 所以各地的天气跟昨天比起来 是明显的稳定不少 只有在东半部云亮稍微多了一些 偶尔会飘一些零星的小雨 其他地区都能看见阳光露脸 不过要提醒的是观众朋友 今天晚上开始 受到环南云雨区东移的影响 北部又会变为有雨的天气 所以外出的时候 记得要期待雨具来备用 整个周末假期 也受到环南云雨区东移 加上大陆冷气团南下的影响 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 会转为湿冷的天气 而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 提醒观众朋友要注意了